自费社保一年需交多少? 自费社保只能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。 自缴社保有两种选择, 一种是城乡居民社保, 另一种是城镇职工社保。 城乡居民社保可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缴纳, 但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也相对较少。 一般个人选择自费缴纳城镇职工社保, 主要有两种方式。 第一种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较大, 具体缴费基数以当地政策为准。 一般社保缴费基数为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公司的80%到300%。 第二种是找单位代缴社保, 缴纳人需要全额承担单位的缴纳部分和个人账户部分, 且还要支付一定的代理费用。 不同代理公司收费标准不同, 缴纳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缴费档次, 避免缴费不足导致无法扣缴。 鞋股费不足导致无法扣缴费境它的缴费明主, 这个原因还是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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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感谢观看